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北京的疫情現在都比較反覆, 而當地規模最大的遊樂區環球影城宣佈全區暫停關閉, 也要持續評估對營運的影響, 希望努力盡快可以恢復營運, 全區也會展開深度清潔、消毒殺菌及核酸檢測。 北京近來的疫情都未見到有顯著降溫, 各地的負荷措施仍然如此嚴謹, 目前都不知北京環球影城是否有員工或遊客染疫, 或出現相關足跡。 綜合大陸媒體報道,北京環球影城表示, 因為要配合疫情防吹藥環球影城, 就要執行防疫相關要求, 將區內環球影城主題公園,環球城市大道, 環球影城大酒店, 還有諾金度假酒店等設施今日起暫時關閉。 而北京環球影城亦同時宣佈, 與此同時將會開展一系列的深度清潔消毒殺菌核酸檢測, 和北京環球影城亦提出希望可以努力盡快恢復營運, 至於後續營運安排, 遠方便會透過旗下平台, 如果有得恢復的話便會告訴市民, 同時亦接受退票或改期。 這一個是北京環球影城相關的新聞, 見到這些大型遊樂設施亦都要暫停營業, 去做消毒、殺菌, 甚至等疫情緩和了才可以開回。 見到其實這樣的話, 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小, 因為很多實體經濟講的衣食住行、旅遊業、 甚至乎是交通, 每一樣東西都是要有人流才可以賺到錢的, 而不是說你叫外賣就可以推動得到整個整體經濟, 是無可能的, 甚至乎你外賣賺錢的, 都未必就是那些食肆是平台取消你的錢的, 所以始終都是要看實體經濟, 和內循環是怎樣做的。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, 拜拜!